花蓮地区在三号上午出现的狂风暴雨 花蓮市各抽水站也随时监控雨量来进行抽水排红 市长魏佳燕三号上午再前往南宾抽水站来关心机组运作情形 而工程队长于士伦表示 只要水量接近160公分高就会赶快抽水排红 而今天的运能只启动了两成 还可以依应目前的雨势 三号上午花蓮地区风雨见大 花蓮市长魏佳燕再前往南宾抽水站和出海口来视察 确认抽水机组正常运作 我们这两天都已经有启动抽水站的一个抽水的机制 那我们会是风雨的大小 我们将所有的抽水机组逐步逐步的来开启 那目前已经先行启动抽水机组已经两句了 那看完间风雨再大一点后 有达到水位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直接再启动 另外三台 工程队长于士伦表示 从二号开始工程人员就随时监控雨量 只要水位超过警戒时就会启动抽水 我们大概从九月一号的晚上 大概九月二号就逐渐 那个匪杂的部分就逐渐预射 那预沙主流的部分 那我们也事实因应就是调节抽水机组做一个抽牌的动作 目前的话大概是超过一米六的部分 我们就会就会启动抽水机组把水位降下来大概降到一米左右 南兵抽水站共有六座旧机组和五座新机组 全部启动每秒排红量可达48立方米 市工作表示人员24小时监控雨量 会做好排红任务保障民众安全 介入会幻视报道